美国海军为了给自己续命,真是绞尽脑汁 大家好,我是薛西林 印度中共义是什么水平,相信大家也是有所尔文 主打一个纯手工制造和能用就行 可偏偏有人不信邪,要去试一试 据一媒报道,美国海军对印度克欠造船厂完成认证 设计了这架印度国营造船厂维修美国海军舰艇的资格 事实上,这是第三架获得认证的船厂 除了克欠造船厂外,还有卡特帕里造船厂 以及马扎冈造船厂 这三架造船厂都是印度比较有实力的造船厂 其中的马扎冈造船厂实力最强 是印度海军舰艇的重要生产厂 而刚刚获得认证的克欠超船厂也有名在 因为它建造了印度第一艘国产航母 维克兰特号,虽然说维克兰特号的富裕 充满了波折,至今都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度拥有建造大型水面舰艇的船厂 而这种关键性的基础设施,正是美国海军缺少的 根据美国国内媒体的数据显示 美国的去工艺化政策导致美国国内造船厂持续衰落 能够建造航母的船厂如今只有一家 那就是著名的柳伯特柳斯造船厂 但满打满算 这家造船厂的大型船屋不过只有三座 这三座目前都有各自的建造计划 根本无法用来维护大型水面舰艇 即使再加上其他造船厂 也很难完成对美国海军所有舰艇的维护保养 更何况,除了维护保养外 还需要建造新舰 美国那可宁的造船能力更是着近近走 所以美国海军现在新舰舰不断因此下水浮渝 老军舰也要排队等着维修 美国海军面临了实力衰退的风险 美国的造船能力如此不堪 欧洲也好不到哪里去 英国两艘航母因为缺少零部径 一艘吃火趴窝 一艘准备封存或者售卖 让所谓的日布洛帝国即将彻底告别航母时代 所以说你认为美国就愿意选印度吗 那是没得选了 只能立着鼻子给印度船厂资格认证 然后呢,让后勤船子去印度维修保养 即使出问题,也不会直接影响战斗力 但这对于被委托方来说 是近距离击出美国军舰 获取详细信息的好机会 日本,他闻着味儿就来了 8号,日本首相安庭文雄的专机 飞抵华盛顿 开启了自己的访美之旅 他这次到美国和拜登要谈的事情里 有一项就是商讨日本造船厂为驻日美军舰船 提供维修服务这件事 事实上,美国在日本维护军舰已经是常态 只不过没有日本的参与 国内模拨组曾有无人机闯入过驻日美军基地 派出到美国的一艘核动力航母 正在日本港口内进行一些基础的维护 思想,如果日本官方获得资格参与其中 是否可以趁机获取核动力航母的相关技术参数呢 客观来讲 让日本这一个二战战败国 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国家 集出军用核技术 是已经非常敏感的事情 尽管美国不会一开始就让日本 集出这种核心装备 但整体来说 仍然存在核扩散的风行 说到底,和金融危机一样 美国只是在把海军命令的风行 转嫁到地区局势当中 这种行为 咱们该请职就请职 该抵制就得抵制 好,本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各位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